墙壁和柱子上还有塑胶粘膜 乍看之下像是破洞 其实是还没有完全撕掉 没有错 这是全新刚装潢好的教室 自从基东市政府推动供除政策 由暖暖区定内国中承担学生营养午餐中央厨房之后 暖西国小原有的厨房就暂时废弃不再使用 但是因为暖西国小增搬的关系 在校方向基东市议员联恩典反应下 联恩典特地争取近百万元经费 帮助暖西国小重新整建旧有的厨房 规划成为国际英语教室 也受到校方由衷的感谢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多余的空间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双语教室英语教室 那我们也听到校长最近也有社区人士 然后针对这个外语的也花了捐的钱 然后聘请了外语老师直接来学校这个教导 我想这是对暖西国小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那特别卫校长也在这个方面在空间的应用上 他也知道学校最近也争了班空间也不足 所以我就争取了经费然后来注意到学校来 然后让这个第一个英语教室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开始建设 再来就是隔壁的那个厨房空间也让它能够活化起来 不管在用餐配膳方面然后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空间 然后更卫生然后让学生有更好的一个用餐的一个安全的食材 然后来享用 就是去年刚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市区一位贸易商呢就打电话来捐赠了60万元 所以呢我们这笔经费呢来聘检外师 针对全校入班来教学 那这里呢就以双语的领域呢在二年级来教学 那学校这个空间呢早期是一个旧厨房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设备 那依询市政府的一个共处政策之后呢 这个空间大致上呢就只有餐车餐具的一个摆放 那也碰巧去年呢刚好学校征班 那在空间的协调上面呢会比较不够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空间跟同仁讨论之后呢 认为说应该可以让暖熙看世界的这个亮点呢 更加光彩 所以呢我们就设定为是一个国际教育的一个空间教室 那也非常欲说在这个计划上面支持 让暖熙未来在教学也好 或是相关的空间的一个运用也好 那可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典范 而同样属于旧有厨房的一小部分 则保留下来重新规划 成为分配中央厨房送来的营养午餐备餐空间 以及清洗餐车的地点 校方希望充分利用闲置空间不浪费 为学生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